Fever 世界杯男子籃球亞洲區資格賽 男三位香港隊主場出擊迎戰南韓 上演第一階段 窗口期第三期的比賽 海波初段港隊落後之下 由我們的射手李奇帶動港隊拉上來 縱使前五戰都輸 出戰的機會就渺茫 但今天的主場迎戰勁女的南韓 你看到我們香港代表隊都毫不畏懼 海波初段仍是落後 但是在李奇的三分撻著 方誠義穩定的表現之下 一步步慢慢將比數縮窄 沒錯 今天港隊要攻入內線上 似乎是困難的 不過在外圍方面相當有信心 李奇不斷在三分線作貢獻 令到我們港隊不至於第一節 被對手拋離 第一節的尾段 基本上南韓隊打他們最好的飯 因為擁有歸法籍球員 就是韋利夫在這裏 頻頻在南底得手 南底方面都輸較多的 second chance point 給對手 但不要緊 我們今天發揮到外頭的威力 李奇的三分 今次到梁文雄 45度出手 雙個落後縮窄到個位數字 今天三分波命綜輪方面 其實我們港隊一直都保持得非常好 不過另一個漂亮的波 就是二號的崔晉龍 這個low look交給隊友 就是33號肥仔麥李承賢 黃正偉繼續做單檔 給李奇入覆三分波 當時半場剩下三分零中 都拉到十分的差距 今次的back door 再傳出來李劍王 交過來再最近突破分球 哪位李奇 一個step back三分波 半場來說 他射七中六的三分波 沒錯 臨完上半場 最後這個攻勢雖然射入 但我們港隊是落後45比54 馬上看到第三節的賽事 我們港隊找到反超前的機會 就是憑著賽 再近這球三分波 領先62比60 雖然是短短的十幾秒 但我真的覺得很了不起 面對著藍環隊來說 我們可以打到第三節的中段 反超前對手 還未完 李奇再來入多球三分波 打成65平手 亦是帶動到整隊球隊的士氣 是啊 這一節港隊的表現相當厲害 李奇一個後轉身 養過之後再射到兩分波 一直保持我們港隊的士氣 不過在整個比賽中 六號的許訓 都可以說是打得相當之好的 我們現在看看第四節的賽事 基本上第三節 我們說的是沒有輸蝕的 打了一節是26比24的攻勢 這一節其實都曾經咬到 大概5至7分的差距 但是南韓方面的教練 他再叫完暫停 延遲訓斥之後 這班球員都馬上醒醒了 用韋利夫在南低強攻 這一點是我們暫時是 收服不了的 因為在高度上 對抗性上 都是不及得他們的歸法球員 他今天更加拿超過40分以上 沒錯 今天韋利夫在南低的貢獻相當之大 拿了43分和18個籃板球 至於我們說的 最高球員就是李奇 拿了28分 他的三分球更加是11射8中 超過七成的命中率 比賽尾段也有球漂亮的 就是比亞林敏雄 入攝的時候 一個low-low交到比賽 就是蔡在勤 結果這場比賽 最後南韓以104比91 擊敗了我們香港 換言之 他現在和中國島的戰績是相同的 三勝三負